- 陳柏唐 我剛才來個南北姓 還有陳柏 來個陳柏 陳柏就是發燙了 現在你看 已經做成麵餅了 做成麵餅了 同心同德的同德樓 你知道它的菜 真可以說是日新又新 是月月新 這邊真的是常常 給人出其不意的一些驚喜 沒錯 你只要常常來 每天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菜色 真的 其實有時候很普通的一道菜 可是在它們悉心的 用愛心烹調 調理跟製作之下 真的首先 還沒吃就覺得好吃了 那吃起來味道是更加的棒 那吃廣東菜 其實大家都知道 煲湯 湯最好 廣東煲湯是一絕的 對 廣東湯最厲害了 對 我們廣東人 就是每一天要喝湯 對 韓詠玲就永遠25歲 對啊 都是喝湯喝出來嗎 對 都是喝水 所以李詠玲 不是李詠玲 李詠玲 也愛喝湯 我也愛喝湯 我也很愛喝湯 怪不得你們兩個的皮膚那麼好 是嗎 我覺得你是泡在湯裡面的 很好 謝謝 謝謝 你們這邊有多少種糖 我們大概有十幾種 十幾種 對 那今天給我們介紹一下 這是什麼糖 這是藥材燉水魚 水魚 水魚 你聽這水魚啊 確實是 消炎蛋白 而且雞肉 活力充沛 是不是 這個水魚是活的吧 課完這一個 就要肯定要你活力充沛 活力充沛 就直奔拉斯維加斯 哈哈哈哈 那這個就是這個水魚 水 水魚 就所謂的就是 那這個水魚的話 你是怎麼樣來煮這個湯的 首先我們是不是 選來一個大概是吃到八方的水魚 不然太大也不能太大 為什麼 因為太大的話它又比較老 比較出來沒有哪一種去的好感 那就是養不好吃 然後就是太小的話 它還沒還沒到這個功能 你要有這個功能 功能 對對不對 因為水魚大家知道是 是基因保腎 哦 基因牡羊 對啊 基因牡羊 我剛剛要講的就是說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水魚是什麼 我知道啊 就是鞭 對吧 嗯 很古的 就長得像烏龜那樣子 對 對 可是這邊也可以買得到水魚 然後我們都是選哪些野生的 不是一樣 哦 很硬生野生的 對對對 在加州很多野生的 很多在哪裡 對 我們也要去抓 哪有 我們都不知道在哪裡 對 因為你記得加州是沙漠嗎 沙漠裡頭有很多湖泊 湖泊裡頭是很多水魚 哦 哦 他們長在湖泊裡面 對 我真的不知道 誰去抓的呢 方園就是來是專門去 哦 專門去抓的 所以你們專門選這種 就像是基因一樣 他們說什麼放山雞 放山雞 走地雞 對 對 所以野生的就更好 嗯 那裡頭還放也什麼東西呢 裡頭我們放了 大概有七八種的藥材 嗯 然後裡頭有 就會讓它甜一點 那一般來講 你會要熬多少時間 呃 四湖通常回來就是每天熬 變少了 就是從十二點鐘到六點鐘 大概是五六個鐘 五六個鐘 我們都是用清水來做 清水水啊 對對 清水燉 然後你看現在哪個湯 都是從清水燉到這個樣子 哇 而且我知道這個冷了之後 它會變成凍的 啊 對對對 因為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 真的是 那我們吃進去 雪館會不會煮塞 不會啊 怎麼會不會煮塞 然後你看 沒有滋陰補盛 然後重點你看 那水魚 那個水魚的群 我們這個水魚的群 我們這個水魚的群 你看 它僅僅一片 哇 很大塊啊 好棒的食材喔 對對對 欸我有看過那種小小一片一片 這樣子 它這個很大一片 嗯 然後我們就放了一些 哪一個肉 肉 豬肉是不是 一般都會放豬肉 一般都是 還可以提味 嗯 來來來嘗一下 但我有一個疑問 他們殺這個憋的時候 它那個血呢 嗯 我們都不用了 不會是有了 噢 不能拿來喝喔 不能拿來喝 這是有些人喜歡 但是我們不喝 噢 所以我就看這個湯 你知道嗎 你看非常的清 對 這個清水來熬出來 對對對 熬湯變成這個意思了 其實是 燉湯 最好的燉湯 燉出來應該是清的 清的 嗯嗯嗯嗯 不同 普通每天 我們叫包的白鮮湯 包的湯是比較 比較濁的 嗯嗯嗯 很濁的 很濁的 很濁的燉 才是燉湯 你要不是看到它的湯 很濁 很濁的話 應該是用火去 去熬的 不是燉的啦 對 沒錯 慢慢熬的 嗯嗯嗯嗯 那這個 然後你聞一下哪個藥草的味道 聞了 我就覺得像喝藥一樣 很香啊 就很補啊 對啊 因為用燉的有個好處 它整個食材跟味道都會鎖住 嗯嗯嗯 對不會 不會跑掉 其實其實 唉呀 今天晚上如果你要蓋房子的話 我可以去了 本來去的 現在像超人一樣欸 哇很棒 味道好鮮啊 非常好 太營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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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那兩隻肉 它們吃不吃 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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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面都是膠原蛋白 膠原這個就在這裡嘛 你看 遺忘的皮裡頭 對啊 而且Vissel 這個好像是它的那個背嗎 就是那個骨頭裡面的 旁邊 旁邊 旁邊嘛 群 群 這是它的殼 殼的邊邊 欸你在為什麼 軟骨 這是軟骨 你看 我覺得你看我一放 一放牙齒就斷掉 對啊 對啊 好軟喔 所以它要來的 然後蛋白更膠原 都是在 都在這裡頭 都在這裡頭 太好了 所以不管帥哥美女 你們要 姿陰不慎 一定要點這道 一定要點這道 太好了 你不要吃得這麼狠嘛 不要悶頭苦吃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棒 嗯 那旁邊這個湯是什麼湯 然後旁邊這個 就是西洋菜 更橙層 橙層 橙層就是在我們廣東 就是那個鴨的 肾 肝 就是風乾的來做 但是我們這個 有一個特別就是我們 通常他們都是用乾的 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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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是 新鮮的 新鮮的進去 就是讓它的味道 更鮮 乾均鮮 就是有 甚至來一個 橙層的來一個 香味 跟來一個 鮮味出來 然後是想來一個 比較比較比較 嫩的來的西洋菜 然後 就對了 就是加來一個 南北杏 跟來一個 陳皮 山豪的陳皮 陳皮就是化痰 就是 化痰 只可化痰 那這個功效是什麼呢 清火 清火 所以剛剛你喝了我們自補的湯 現在 喝這一個 就可以幫你 降下去 我不渴啊 我需要降火 最近天氣太熱了 我覺得男生都不要清火 要我來 男生就要補一點 但是 但是他們說這個湯 以前 我們一聽什麼好的 通馬放其實是不對的 其實不對的 不對的 要配合的 要配合 不能夠亂放 不時不能大大會 對 比方說好像 現在 剛剛來一個 水雨湯來的藥材裡 放在這裡 完全將它就是 打掉 將它就是 水火不溶 水火不溶 對 難怪以前我朋友 為了急著要把 重點放在這 喝半熱就用飽了 嗯 所以人家 這個中藥材 他不是說這個不能夠亂放 對 這是有道理的 對 不能亂放 所以這個西洋菜燉陳盛 是可以 親熱 親熱 對 其實以在咱們洛杉磯 或者拉斯維加斯來講的話 這麼熱那麼乾的天氣 喝點不用輕火 真的一年四季 我覺得這個都能夠喝的 我還是要喝嗎 對對 要 尼克你要嘗 真的好好喝喔 是嗎 我怕把全部都給解掉 我現在還有一鍋 別怕 欸我喜歡真的欸 等一會我 再弄一個給你 怕我不去 哈哈 我一個人聽到 嗯 我覺得這個很棒欸 很輕 西洋菜本身就是有很輕感 對對 非常的舒服 那我們只喝這個湯嗎 菜吃不吃呢 菜要吃的 有時候 有時候 有些人喜歡吃怎樣的一個 一個菜 我們叫菜 湯渣 嗯 廣東人就是喜歡 就是喝蘿蔔湯 你要是去烹湯 吃菜 其實廣東人的湯真的是一個學問 還有乾的白菜對不對 啊 那個也可以熬湯也很好吃 好厲害喔 acam的都能夠吃 你是廣東人的嗎 我是廣東人 太聰明了 哈哈 讚美 我是弟弟到這廣東人 對啊為什麼廣東人這麼厲害啊 對就這樣 因為廣東都是 以前的廣東都是 就是怎麼說是木籠 就是農業社會 所以他們就是 基本上他自己種的東西 就是來弄菜 來就是將它研究 將它發揮了淋漓盡質 所以才發明了這麼多種的煲湯 比如說你以前西洋菜 你在北方一定不會發現的 對很多人怎麼會把西洋菜 現在跟全盛搭在一起 對 但是為什麼廣東這麼多湯呢 因為我們廣東人相信 湯是可以激入你的身體 然後以前廣東人 沒有現在那麼富裕 都是靠蔻菜湯水來增加自己 其實越原始是越健康 對 對 你看國父 本來就是外國人 所以你這麼健康 又聰明又健康 咱們來乾一杯 裡面真是炒飯 炒飯 然後上面有龍蝦 旁邊有魚翅 對 然後將魚翅 我想很多客人只要看到這道菜 一定是相機先吃 先拍 因為這拍得很漂亮 那到時候這隻龍蝦的殼呢 是 沒有用的啦 沒有用的 不會說再去燉湯啊 不會 不 你以為去烤鴨鴨 不是啊 不是有人就是煮味道 因為將來全個殼都是這樣 又拿出來 就沒有用 嗯 那這就變標本了 嗯 所以這就是魚翅撈炒飯 謝謝 謝謝 很好 來嚐嚐 來真的 生平第一次吧 對吧 真的生平第一次吃別人 所以我們都是魚翅塞牙粉 也要是很健康 放心 一定要搭著吃喔 好特別的口感喔 對 嗯 有沒有來有 魚翅撈炒飯的臉 有 完全有 就是有那種高大上的感覺 對 還要再配一個龍蝦 嗯 還要配一個龍蝦 然後我們做這個 這個 魚翅呢 不是魚翅 這個 這個粉絲 粉絲 我們西雄高湯 火腿 就是用來 好的 因為這是魚翅 就是用魚翅圓來的 對對對 難怪有真的魚翅的感覺 對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有這個 就是這個原因 對 哇實在是 我覺得今天可以說是 讓我們大開了眼界 真的 大響了口服 怎麼樣我們要靜一下 對對對 來靜一下 謝謝Winston 讓我們當了一天的高大上白富美 謝謝 謝謝 wz 下去 amount 的 ban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